好,我現在來講解程式作業2 然後一開始就是先設定一些參數 第一個就是巨雷9.8 然後球半徑是0.25 球的初始高度是15 然後cdrag就是空氣阻力的那個係數 然後θ就是後面會用到參數 一開始先開一個視窗 然後因為這次的作業需要圖表 所以開一個圖表 然後這個是圖表上面的函數 就是讓它有曲線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畫個地板 畫一顆球 然後設定球的初始位置 然後再設定球的初始速度的向量 然後一開始讓t等於0 t等於0.001 然後n等於0 然後開一個list 然後list一開始是空集合 然後開一個while回圈 當n小於3的時候 下面的程式就會持續的執行 然後每秒跑1000次 然後球的速度 不是球的位置 會等於vt 就是等加速度的公式 然後球的速度會等於vt 然後會減掉空氣阻力造成的影響這樣 就是空氣阻力係數 乘以v再乘以t 然後t等於t加dt 然後再來就是function 就是曲線的部分 曲線的話 畫就是 每跑一次就是畫一個點 一個點就是t 就是橫軸是t 然後對球的速度 就是做做圖 球的速度的存量做圖 然後把這個 把球的y位置 加到list上面 就是list要多加一下這樣 所以每跑一次list就會多加一下 每跑一次list就會多加一下 然後function也是就是 每跑一次曲線上的點就會多一個多一個多一個這樣 最後組成一個曲線 然後在wile裡面再多一個if跟end的一個條件 然後就是如果球的位置小於它的半徑 就是球已經碰到地板了 然後而且球的y方向速度小於0 就是代表 因為一開始向上是正 所以向下 就是當它向下 然後又碰到地板的時候 就讓它速度就是反過來 就是反彈 就是直接加個符號 就完全彈性碰撞 然後讓n等於n加1 就是一開始n是0 然後因為作業就是只有要讓它探3次 所以一開始0 然後12然後到3的時候它就已經不符合這個條件了 所以它只會跑012這樣3次 然後最後讓上面顯示兩個兩行文字 就是一個是它的位移 然後另外一個是它的高度 高度就是拿我們剛剛那個list 然後把它就是做一個處理 然後就可以得到 然後來run一下程式 好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上面它會跳3次 彈3 1 2 3 彈3個curve 然後 它會以它的高度 就是最大高度 最大高度 最大高度 嗯 然後 下面就會有我們的 就是剛畫出來的圖表 就是時間對速度的做圖 這樣就是程式作業2 大概 entsprechend 然後 在下面